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巴赫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12月18号截止当地时间的15点 网纳工兵在巴赫木特、奥普特尼 与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 乌军的第93计划旅现在已经撤离巴赫木特 俄军现在公布的消息 巴赫木特方向的乌军还在继续增援 俄军表示93旅现在已经根据侦查抵达了 蒂涅伯比多罗斯克地区的切尔卡瑟进行重新集结 这支部队因为在巴赫木特战损率非常高 所以进行了修整 俄军表示 一个新组建的旅在蒂涅伯比多罗斯克地区进行重新集结 另外93旅的一个步兵营现在已经被派往了白俄罗斯边境 也就是说从蒂涅伯比多罗斯克地区93计划旅 有一个营现在往白俄罗斯方向集结 其他实际上还在蒂涅伯比多罗斯克地区进行修整 这是93旅的情况 那在巴赫木特市郊这个战斗呢 俄军现在发现呢 乌军呢 现在在巴赫木特的东南郊进行了增援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3旅 第25联合营 在巴赫木特与俄军呢 现在正在进行这种激烈的交火 现在来看呢 俄军在 巴赫木特方向 重创乌军 乌军的第25联合营 战损达到80% 那先前从赫尔松方向调来的乌军的第63旅 现在也抵达了巴赫木特战场啊 它呢 主要是在恰索夫亚尔这个方向集结 恰索夫亚尔就是红色 恰索夫亚尔 红色这个地点 大约有300人 是从赫尔松方向调来的 那现在呢 弹药已经运入恰索夫亚尔市 人员已经进入这个恰索夫亚尔的民用设施 很快呢将进入 巴赫木特战场 另外呢 乌军的第28旅突击分队 继续对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 奥扎里亚诺当地的阵地进行这个进攻 那么几次尝试呢并未成功 编队呢损失50人 这是昨天的战斗情况 在28旅的炮兵部队中呢 实际上俄军发现乌军 使用了AGS-17 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款先进的武器 另外呢 俄军也发现乌军的特种部队 现在正在巴赫木特方向集结 有多支乌军的特种部队 都即将抵达顿巴斯 抵达巴赫木特前线 最新的消息呢 在月底 也就是1月初 这个12月底 1月初 乌军第八特种部队 著名的美洲虎团 将进入巴赫木特作战 这也是俄军现在公布的最新的消息 那现在来看呢 巴赫木特已经成为 这个特种作战的一个中心 这个美洲虎团第八特种部队 实际上也是北约 北约制式装备 特别是北约训练的一支特别 特种部队 在乌军来说 这个作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另外在 北部地区 在吉尔任斯克 也就是哥尔罗法北部地区 吉尔任斯克方向 第五特种部队 突击小组现在已经进驻 所以乌军的第八特种部队 未来在巴赫木特方向会有行动 第五特种部队呢 会进入吉尔任斯克 在索尔达尔方向呢 讲英语的工兵 英语的工兵 已经到达索尔 很有可能在俄军 瓦格纳工兵 从这个 亚克布列夫 发起 对索尔达尔的总攻之前 占据有利地形 所以现在这个增援部队呢 也抵达了 索尔达尔 那这是今天呢 巴赫木特方向最新的消息 今天除了巴赫木特以外呢 在 扎布罗热 在扎布罗热地区 也有最新的消息 扎布罗方向呢 18号 截止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 乌克兰司令部呢 正在 扎布罗地区 是一个对俄军在托克马克 这个方向的防御 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从17号的下午2点开始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65计划旅的一个营 第一营 出动了一个连的部队 约50人 在防空以及坦克的掩护下 对奥列霍沃地区 发动进攻 那战斗随后呢 在 奥列霍沃附近啊 在奥列霍沃 在这儿 库班 在 涅斯吉良卡附近 涅斯吉良卡 在这儿啊 涅斯吉良卡就是红点处 这个战斗呢 进入高潮啊 所以昨天呢 在奥列霍沃方向的战斗 主要是在这儿 涅斯吉良卡 他试探了 托克马克北部的 俄军的防御啊 我说过啊 在库班 奥列霍沃 胡里埃波勒 这个方向呢 乌军实际上部署了 大量的啊 大量来自于 赫尔松方向的这个部队 俄军在这个方向 也有 也有部署啊 但是现在乌军来看呢 已经开始进行 试探性的进攻 对托克马克这一线的俄军阵地 进行试探性进攻 只出动了50人 一个连的部队 最后呢 俄罗斯武装部队的 第503团的军人 在迫击炮 火炮的支援下 击退了一个连 约50人的进攻 乌军呢 随后撤退 返回到原有的 自己的控制 控制阵地 那为了加强 在奥列霍沃附近 前线阵地 乌军的火力呢 乌军现在呢 第65团第一 第一营增援部队 抵达了这个 奥列霍沃 并在克里 克里尼茨 扎里奇涅地区 进行了装备的升级 所以乌军在奥列霍沃方向呢 也是在不断的增兵的啊 那下一步很有可能会 大规模的进攻 托克马克啊 这个这个方向的 俄军的阵地 在皮洛日 皮洛日斯基区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102军团的 第79侦察大队 使用无人机 在 斯洛克 马尔弗皮 斯杰帕尼弗卡 俄军的阵地进行侦察 这些阵地呢 实际上主要还是靠近 这个 乌里埃古勒 这个一线 在这一线 那么第129旅 第236营的一个连 从 诺夫侧涅 向 恰里夫涅 运送了 50门的 120毫米 口径的 那么现在来看呢 巴亨姆特这个战役呢 还会持续啊 俄军呢 现在并没有 完全 控制巴亨姆特 这个目的 俄军还是把巴亨姆特 现在当成一个 绞肉机 来不断的 把乌军的主力 陷到这个方向 你从现在 乌军不断把主力部队 向巴亨姆特方向 增援也来看啊 俄军的目的 已经达成了 乌军的一些主力部队 都在向巴亨特 集结 所以巴亨姆特 现在真的成为绞肉机 包括前段时间 给大家播放的 这个巴亨姆特啊 这个作战的一些视频 其实大家也能看懂啊 巴亨姆特 现在呢 实际上非常残烈 大量的人员 在巴亨姆特方向 集结 大量的这个 有声力量 在巴亨特消耗 那可以说 现在的整个的巴亨特 已经变成了 一个绞肉场 现在毫不夸张 现在巴亨特 已经成为了绞肉场 所以现在俄军呢 并不着急 把巴亨特拿下 而是用巴亨特 来吸引乌军的力量 其实你把地图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啊 现在 地利伯 扎布勒这个方向呢 乌军都在向 巴亨姆特 这个方向 集结 而在库班 胡里埃布勒 大量的部队呢 实际上向北 向顿巴斯战场去了 没有向比尔江斯克 马里布尔这个方向 所以巴亨姆特 牵制了大量的 扎布勒方向的乌军 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 在库班 胡里埃布勒 这个方向 现在很难 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 那和巴亨姆特 现在的整个的战况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 俄军现在的目的 还是用巴亨姆特 来牵制乌军 另外在马林卡 在红军村 乌克的达尔 这些方向 取得突破 所以巴亨姆特 吸引了大量的 乌军的主力 为什么乌军 必须要保住巴亨姆特 其实你从地图上 也可以看 如果巴亨姆特 失去了控制权 那么整个的 顿和军事坦令 罗夫卡 克拉玛托尔斯克 斯拉乌扬斯克 这个正面 就完全被突破 那就顿巴斯 整个的半壁江山 特别北部地区 半壁江山 就完全被俄军控制 那么斯拉乌扬斯克 克拉玛托尔斯克 只能被包围 红军村 红军村 也会被包围 那么整个顿巴斯 整个的战役 俄军将拥有主动权 所以说巴亨姆特 乌军是绝对不能丢的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巴亨姆特成为了 这个绞肉计 所以大家要先明白 巴亨姆特 为什么重要 所以也知道 乌军和俄军 在巴亨姆特 为什么这么激烈的争夺 俄军为什么不一口 吃掉巴亨姆特 用巴亨姆特当绞肉机 来牵制乌军 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 然后在南部 马林卡 乌格拉达尔这个方向 取得突破 你主力都北上了 我在这儿取得突破 然后牵制 扎布洛这个方向的乌军 你的主力很难再返回南部战区 在这儿有生力量被巴亨姆特消灭 对吧 所以你看俄罗斯 现在的他总产部 他的整个作战计划 是精心安排的 那这是今天的巴亨姆特 和扎布洛方向 最新的一个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回第一时间 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